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专业做白酒团过河批发 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我在前期视频中呢,给大家分享过这款产品,钓鱼的李酒 它的产品呢,和新贵宾的酒制是一样的级别 今天呢,我就拿这款钓鱼的新贵宾呢,和这款钓鱼的李酒做一下对比 看一下这两款产品呢,在酒体啊,口感各方面上有什么区别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对比一下这个产品啊 外包装商呢,这个新贵宾呢,采用这种传统的这种钓鱼的一种风格 包括它的瓶身啊,包括它的外包装 它的也是一种乾隆玉笔啊,这么一个钓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元素 一个风格啊,这款李酒的X1也是一款定制产品 它这个定制产品呢,它包括它的瓶身的这个颜色呢 是这种绿色的一种颜色啊 这两款产品呢,都是2019年的出场日期 新贵宾呢,是7月份的,那个产品是12月份的 啊,这个新贵宾呢,采用这种是玻璃瓶的 玻璃瓶的一个瓶身啊,这款李酒呢,采用的是陶瓷的一个瓶身啊 好,今天呢,先,外包装呢,是这样的 这个,嗯,今天给大家分享品鉴对比一下 这两款产品的品质和口感 刁牙新贵宾这个产品对市场上价格确实不便宜了 已经啊 涨价 这这段时间这个不光说钓鱼台吧 就是好多酒厂,产品价格上调幅度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相对来说,现在呢,一些产品的 比起主流的产品,品牌证明度高的一些产品的 价格上服的 上服的这个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这两款颜色都属于微黄透明的颜色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感觉都是一样的一个颜色 这种雕刻的香情还是比较毛香的一种风格 但是它这种风格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优雅细腻的一种感觉 这两款产品通过酒体香气区分的话也没有什么区别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一种香气 感觉没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品尝一下 这也是一款新鲭冰鲜品尝一下这两款产品 总体的入口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整个口感比较舒畅,比较顺,下咽这种感觉 可能是这个级别的略微带点酸 整个酒体的回甘比较好 它这个产品呢,我感觉这个可能 包括您要说铁盖啊,掉一台铁盖 还有什么成堂岁月这种产品的话 它的酒体没有那些产品的浓郁度好 回味呢,越来越要比那些产品短一点 但是这个产品确实也是非常不错了 这个产品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 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啊 都入口这种 整个风格上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风格 确实没什么多大区别 这个东西也不好评价 应该就是一样的酒体进行灌装的 那就是这个产品包装不一样 这个定位不一样 定位基本上也差不多吧 包装不一样,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款产品 品鉴的这两款产品 新贵宾呢,和这款李酒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箱留言 也可以谢谢我 感谢朋友们支持和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